日前 美国监管机构援引一组独立专家的话说 阿斯利康实验室在针对新冠肺炎疫苗的美国临床试验期间 可能使用了过时的数据 美国国家传染病和过敏研究所报告说 一个负责监督疫苗的临床试验小组在美国表示 担心阿斯利康可能在该试验中使用了过时的信息 这可能导致对该疫苗的有效性进行了不完整的估计 该小组在一份声明中补充说 我们敦促公司与数据和安全监控委员会合作 评估数据的有效性并确保尽快公布最准确 最新和最有效的数据 此前 阿斯利康疫苗遭到了大部分欧洲人的拒绝 阿斯利康实验室在周一为其疫苗进行了辩护 声称在美国进行了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 有32449名参与者 结果表明该疫苗对老年人的有效率为80% 并且没有增加血栓的风险 在这些临床试验之后 该实验室补充说 瑞典英国阿斯利康的疫苗 在预防一般人群中有79%的有效率 在预防重症疾病和住院患者方面 有100%的有效率 本月 几个国家已经暂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 因为他们担心会引起血液凝快 有时甚至危及生命 在上周四 欧洲药品管理局认为 阿斯利康疫苗是安全有效的 并且在某些国家和地区 恢复了疫苗的使用